以九二共識為核心的 兩岸關係論述 蔡總統願意回答 韓國瑜的這些問題嗎 立文 蔡總統怎麼答 蔡總統沒有答 蔡總統就去買滷味 蔡總統就不想要回答 更何況他之前 兇了習近平之後 感覺上好像綠營就回籠了 連獨派四大佬修理他 他都可以這樣子談笑用兵 輕鬆過關 所以對蔡英文來講 我覺得他現在還在爽 還在嗨 還在覺得說這件事情 對他來講 是把他從加護病房 可以不用再裝葉克膜的 一個重要的神丹妙藥 但我覺得雖然蔡英文 現在是過關了 當然過關不只是這個因素 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包括賴清德 他也沒有這樣子的 只要去挑戰他 妳說他連任選舉這件事情 對 我覺得他現在 只要過關一件事情 不是連任而已 是確定民進黨會繼續 提名他這件事情 確定是代表綠營繼續問鼎 連任這件事情 其中當然中生代已經選擇 橫向連結 然後推卓榮泰選下黨主席 全力的支持蔡英文連任 而且公開表態數次都說 蔡英文是最適合 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連任 這使得蔡英文 當下的政治危機已經解除了 所以他現在不需要去面對這個東西 但我就說 我覺得他這個民調上來是屋頂的 是有屋頂的 換句話說他不可能靠這個議題 一直操作到2020大選 還護送他過關 這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你今天蔡英文做 這樣子的一個 不承認九二共識的過程當中 使得台灣作困仇誠 新南向也毫無成績 你不可能用任何其他的路 來取代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跟台灣之間的 這個經濟的依存度太高了 所以你這樣子做 事實上所有的台灣人 都有明顯的感受 就是很困難 生活上很困難 經濟上很困難 所以韓國瑜 他其實完全沒有回避九二共識 當然他的選舉是要拚經濟 不要拚政治 他並沒有高級 九二共識的大牌 所以大家也不要去過度的判讀 韓國瑜的高票當選 就等於說 兩岸就是要走統一的路線 這就推太快了 應該是說韓國瑜覺得 有一個很好的九二共識 可以擱置兩岸的爭議 兩岸可以和平融洽的往來 又怎麼不好 你為什麼要跟自己過不去 為什麼要好日子不過 你偏偏要讓大家 大家日子都過不下去 我覺得對韓國瑜來講 這個邏輯很簡單 你只要九二共識 我們也不會掉到邦交國 中共也不會處處刁難我們 然後我們可以賺大錢 我們的農漁產品 各種產品可以過去 有什麼不好 大陸的路客可以來 所以對於韓國瑜來講 他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也是我們都這麼覺得 你民進黨的意識形態 是捆綁了自己 你沒有 你竹了很多的牆 我們就套韓國瑜的話 竹了很多的牆 出路在哪裡 看不到 你只是把自己牆 越竹越高 越竹越高 然後把自己給困住了 你身為一個中華民國的領導人 你不認同中華民國 你也沒有辦法 帶大家走出一條新的路來 你自己在那邊自嗨 也不過從一個 我剛剛講 從要用葉克膜 到不需要用葉克膜 但是都還在加護病房裡面 這有什麼好神器的 這有什麼好高興的 我覺得可憐的是老百姓 老百姓覺得說你每次 民進黨都要用反中 這個當作的提款機 還有用嗎 我覺得是失靈的 所以你看最近國台辦 也出來正式的解釋 就是說你民進黨不要 把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 套在一起 這是兩回事 這是兩碼事 我要講的是說 今天北京 中國共產黨 長期清楚的追求 兩岸的統一 這是不容懷疑的事情 大家都清楚的知道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兩岸的往來 要嘛就老死不相往來 或者是有了九二共識之後 可以三通 可以怎麼樣 我剛剛講了 我們的外交不會被卡死 不會被斷交 我們還去參加了很多 包括iCare 包括WHA大會 很多的這些國際上面的組織 我們通通都可以參加 有什麼不好 老共你不能因為民黨說 可是老共每天都要同意 你們這樣子就等於是跟老共 一個鼻孔出氣嗎 這兩個差很遠 老共每天都這樣子講 那是老共在講 我們也有我們的講法 你為什麼要變成是 老共的傳聲筒 然後自己嚇自己 然後什麼都不敢動 然後跟老共切開 其實民進黨的這種處理方法 也不過就是困死台灣人而已 所以韓國瑜講的 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事實 柯文哲其實也講一樣的話 民黨不是罵他講你愛因家親嗎 他就說這個對方也要聽 我們也要聽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我也想不出來更好的講法 不然你民進黨 蔡英文教我怎麼講 你民進黨拿不出辦法來 就不准你講這個 不准你講那個 不准你說這個 不准你幹那個 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這對於2020總統的候選人來說 這是一個完全沒有辦法 迴避的一個真正大家想要了解 到底解放在哪裡 韓國瑜當然是從選前到選後 他都非常的一致 他在接受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他從來沒有改變過 而且他喊出了這句話 好像公雄的選民 也沒有因為他這句話 就不把票投給他 為了同意立文講 你也不要把它擴大 來做一個解讀 我們現在反而是要看看 小英總統的一個態度 你到底要不要再接受 你們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呢 你要不要把它執行下去 還是你要廢除 當你在問我們不要 談九二共識的時候 你民進黨到底做的動作 又是哪一些 我想小英總統的確 民意基金會 他目前的民調狂標了10% 所以讓每個人都覺得 好像拒絕中國共產黨的 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可能可以在台灣獲得 很多的一個選票 但是真的是如此嗎 一個總統 他到底要把台灣的方向 帶到哪一個地方 不能因為你的民調 飆升了10% 就認為你整個的施政 你的方向就是正確的 因為這可能就只是一個表象 特別是在習近平講話 他軟中帶硬 會害很多人來說的話 會覺得不喜歡 不舒服 所以認為總統這時候 堅持他的想法 所以就會把這個票 就會堅定的給總統一個支持 但這真的對台灣 是比較好的嗎 我們真的必須要去 特別去思考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所謂的民調的飆升 很多時候你看世界各國的領袖 都在操作 特別是當你國內 遇到一些比較大的危機的時候 往往用你外交的手段 來轉移焦點 這個不是在我們這邊才看到 外國也看到 電影也看到 我們只是要強烈的問 蔡總統一句話 你不要九二共識 你要的是什麼 你要不要台獨 你如果要的話 你就像賴清燈院長一樣 大膽的講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你又不是 這個不要 那個又不要 就像韓國瑜所問的 你都不要 那你到底要什麼 九二共識它最大的一個內涵 對不起 我們必須要強調的去說 你不准我們談 這個所謂的九二共識 國民黨當然可以大膽的去講 因為我們是架構在中華民國的 憲法之下面 這個中就是中華民國 如果你要說 我們的九二共識 就等於一國兩制的話 那我們要說 你不要談九二共識 表示你不要中華民國 是我們最大的公約數 話都是人在講 我只是要不斷的一個強調 從過去到現在 馬政府時代 就是因為九二共識 沒有把台灣賣掉 水果賣出去 魚賣出去 農村物都賣出去 邦交國也沒有斷太多 那你現在不談這個東西 然後到底 韓國瑜問了 台灣人要去哪裡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 我覺得賴清德 還比小英總統更勇敢一點 雖然他的務實的台獨 工作著讓我們整個的 國內國外都處在一個 非常紛亂的局面 但起碼代表他的意識 那你小英總統只能說 這個不要 那個不要 那到底要什麼 所以說這個時候 如果小英總統 他或許在這個時候 民票飆升的狀況之下面 只是因為你反對習近平 你的民調飆升 但是台灣的未來 你總要讓我們 講出一個論述 讓你的民調 可以讓我們足以說服我們 這是你一個總統 帶領的一個方向 目前為止看不到 我只能說 你從韓國瑜 你從柯文哲 他們對於跟中國大陸 彼此之間的關係 都是維持在穩定的發展當中 不管是兩岸一家親 或者是兩岸 就是走為了共識 你不會覺得 這是他們兩個目前為止 民調這麼高漲的 最主要的原因嗎 所以你不去回應 這樣的一個問題 只是告訴我 這個不要 那個不要 你卻不告訴我們方向在哪裡 我真的不曉得 總統 真的 你目前還有13個月 你要把我們帶領到什麼地方去 我覺得這是你目前必須要 好好的誠實面對的 一個最大的一個難關 今天不用了 我們早就好好好 我們玩 大家好 …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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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